就物业公司这些年亏损和什么有关 其实它作为一个产业存在 它一定有成本核算 有远景规划 有这个其实点介入的时候它的成本 可是物业公司在中国严格意义上说 都不算不上一个独立的产业 又是怎么不算的物业公司这那还不独立 物业公司在中国更多的时候 是作为开发商的服务 是作为房地产的收获服务存在的 你看咱们有很多小区和的物业 都是谁来组建 往往就是当初建这个小区的开发商组建 也有一些是开发商呢 最后转给某个物业公司 但是你会发现卖房子的时候 开发商的口号喊的山下 有会免半年物业费 免一年免三年 还有的终生免物业费 他为了房子好卖 什么流他都吹 回头弄物业公司来干这个 再一个有些不良开发商 承诺小区绿化面积达到多少 承诺这个屋子里的质量什么样 结果他没做到 你住进去了 发现这地板也起鼓了 这房子也裂了 小区里边这倒一倒下雨天 弄个乱七八糟 怎么办 你只能找物业公司 其实是开发商的毛病 最后这责任都无法 明镜需要再来 这不停就会 去到我了 好 我好 我好 这个 不公司 你不得 我好 所以我刚才说的 不涨价成本提高 不缴费造成恶性亏损循环 再一个不独立 本身是开发商个服用 这三点造成了 现在物业公司大量亏损 一亏损干不下去了 得了我只能